大家好,欢迎来到阳光故事屋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 名字叫做《两个不孝子增养爹》 话说这牢里头年轻的时候啊 妻子就去世了 他怕孩子受后妈的气 就没再娶 一个大了爷们 愣是又当爹又当妈的 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了 儿子大了之后了 又张罗贵他们都娶向了媳妇 老里头觉得人生大事都完成了 就把所有的家产平分给了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得了家产 日子过得也是相当富足 当父母的嘛 只要是看到儿女过得好 比自己过得好还开心 老里头心里绝对终于可以苦尽甘来了 只是老里头在分家产的时候啊 没留自己那份 这老里头一看就是没为自己 筑过打算 心思都在两个儿子身上了 人啊 真的是轻易不能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 否则别人觉得你没运了 翻脸比翻书还快 就算是自己的儿女 不到最后也不能把钱全给他们 这不两个儿子轮流善良老头 刚开始他们还挺孝顺 时间长了就有点想老头麻烦是个累赘 而其分明呢 也没有一个愿意伺候他的 于是推来推去的 最后啊 兄弟俩一商量 干脆就在山坡上给老头搭了个草盆 用破板枝在上面铺上破炒垫纸 做了个床给老头睡 又用一个破皮箱 把老头的衣服都装上了 支上个锅 让老头自己做饭 自己住 兄弟俩呢 是彻底清静的 老头啊 年纪大了 腿脚也不灵活 平时还好 有时候啊 能做口热乎的吃 遇上刮风下雨 这草盆漏风漏雨的 或者是牢里头有时候啊 不舒服 吃点咸菜冷饭 喝口凉水 对付这么一顿 总之 饿不舍就行了 老头有个秘密 驾到的邻村 偶尔啊 回来看看哥哥 他看到老头现在的处境 气不打溢出来呀 心里就骂 这两个没有良心的白眼囊 把你们拿着大了 娶了媳妇 忘了爹 看我怎么治你们 于是他来了两款银子 给老头 告诉老头 按他说的住 这两个白眼囊 一定会争取抢着对你好的 几天后啊 老头把大孩子叫到草盆 解下裤腰带上的钥匙 打开床铺下面的皮箱 伸手摸出一款银子 递给他 一边锁箱子 一边嘱咐到 老大呀 你去上街给我买点鱼鸭肉的 再给我打半斤小烧 顺便买点花生米吧 啊 酒要 好酒啊 大儿子拿着银子就去了 第二天 老头只把小儿子喊到草棚 小儿子一看 老头只这有酒有肉的 还有吃剩的一把花生米 有点纳闷 老头了 把一切看在眼里 没滋生 解开 系在裤腰带上的钥匙 打开床后下的皮箱 伸手摸出一款银子 一边锁箱子 一边说 老爱呀 你到街上给我买些衣服 挑料之好的买 小儿子接过银子 心里嘀咕 这老爷子哪来的银子呢 那箱子里是不是都是银子呀 老头只锁好了箱子 把钥匙寄回裤腰带上 说 去吧 挑好的买 贵的买 别给我省银子 小儿子拿着银子就上街去了 两个兄弟隔着回到家中之后啊 也没兴师干活了 就琢磨着老头子哪来的银子呢 平时老头子可是穷得要死呀 现在怎么堵了这么多银子 难不成 老头子在分家产的时候还留了一手 我得想办法把这银子弄到手了 对了 我现在得好好治后治后老头子了 可别让我兄弟一个人把银子得了 于是啊 兄弟俩急着把老头子接回自己家 老大说 他是大爱智 李云先孝敬老人 让老头子先去他家住 老爱说他是弟弟 李云自己吃点亏 先让老头去他家住 老大和老爱就这样 谁也不让 谁都来抢老里头 后来竟动手扭打在一起 这兄弟俩呀是增下手啊 一会儿两人都见了彩 老里头还是心疼而至的 大喊一声 都给我住手 老里头现在说话可就是圣子了 两个儿子一听就停手了 老里头说 我哪也不去 我还在我的草盆待着 你们的金窝银窝啊 再好不如我这草窝 兄弟俩一看 也不敢一坐李老头啊 这不有银子在这儿知识了吗 老头说啥是啥呀 老爱回去之后啊 给老头拿了棉币 又重新铺了床铺 老大了 把草盆加过了一下 这回瓜分下雨也没事了 每天呢 煽动热乎饭 有酒有菜的 两个儿媳妇 斟作王者送 还时不时的 给老里头买几件新衣服 兄弟俩不断争高低 却把老头子养得气脉调宋 胖乎乎的 就这样 老人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后来老里头死了 伤势却被各着一边 老大见老爱不债 盲冲 老头只裤腰带上 解下钥匙 正要开皮箱 老爱急匆匆地赶到 抢先一步 霸住箱子 爱人又吵了起来 闹得是不可开交 这是李老头的妹妹也赶到了 麻问是怎么回事 两个人斟作告诉了姑妈 老大说 我服侍父亲最好了 父亲把钥匙交给了我 箱子当然是我的 请姑妈做主 说着说着 好哭起来 老爱拉住姑妈的手说 我服侍父亲 父亲最满意了 他老人家早就告诉我了 箱子里边的银子都是我的 您可要为我做主啊 说着他也干好起来 老里头妹妹看两人演的鬼把戏 柯老生说道 我看你俩都不笑 不然为啥不先把你们父亲伤事办了 再分家产啊 现在这要是谁保管都行 不过 你们都先把父亲的伤事办完了 再说别的 老爱说 姑妈 我看要不这钥匙放您拉吧 可不能放老大了 老大说 放姑妈这也行 不过这笔钱可少不了我的 老爱又让道 少不了你的 还能少得了我的呀 姑妈看这架势 怕他俩又打起来 立马冲老大手里抽过钥匙 大声说道 赶紧给你们父亲伤事办了 你们办得好 家产少不了你们的 兄弟俩各拿主意 都极其主动的给父亲办起伤事 老大了 买了一口山木做的顶好的大棺材 做了件上等的兽衣 杀猪窄羊 趁肉打酒 亲戚六卷 广发请贴 老爱拉 请到七七四十九个和尚 做了七七四十九天大斋 兄弟俩爸父亲的伤事办得是 阔绰极了 办完伤事 兄弟俩来到姑妈跟前说 这回姑妈你看见了吧 我办得好吧 姑妈说 你们兄弟俩都很孝顺 老爷子在世时用心服事 死后了还超度 确实不错 你们说 你父亲留下了什么遗产事吗 兄弟俩齐声说 是 父亲确实有一笔遗产 就在这个皮箱子里 姑妈说 那你们打块怎么分 兄弟俩齐说 平分 但要不偏不倚 请姑妈当面开箱 多者多分 少则少分 姑妈拿出钥匙 正要开箱 兄弟俩心里喜之之的 辛苦这么久了 终于赢日要到手了 当姑妈打开箱子 兄弟俩即马揭开箱盖一看 里面放着一个小口袋 口袋里装满了 沉甸甸的东西 兄弟俩没开眼笑的 就把口袋拎出来了 解开口袋一看 弄住了 里面装了半袋纸 石头 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 挨着挨着不如半袋石纸 不是半袋石纸 就要饿死老纸 兄弟俩是顿时傻了眼 两个不孝纸 为了得到银纸赡养自己的老父亲 让人听到确实有些寒心 好在老李子的晚年过得还是不处 我们也觉得些许欣慰 两个不孝子增养爹这个故事 阳光借给大家讲完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去讨论区留言 或者并着啦 欢迎大家去讨论区留言 各样去讨论区留言 各样去讨论区留言 都没讨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讨论区留言